大家好 大家好 剛剛大家進來 我們又準備直播了 直播之前 我們即直播現在雖然開了 但未有太多人走進來 要給我們一些時間分享 進來的朋友麻煩你們先給個like 給個like 我們 跟著留言 我們聊一會兒很快就開始了 我看到有些觀眾和網友們慢慢進來 因為我們今早去了鹿湖晶蛇 所以馬上事不宜遲 開了直播 慘了 我還未找到我自己的直播 因為今天的設定有點新鮮 關了app然後再來 會好一點 是的 那我今天就因為大家好像沒有通知 你有沒有看到那些人 有沒有留言 有的 有的 有嗎 是的 沒有火在這裡了 是嗎 慘了 人數我看到也慢慢多了 馬丁在這裡了 有聲有話 絕世閑人 麻煩你 慘了 我也還未見到大家 嗯 直播 就是啦 這個嗎 就是這個 對 就是它了 好 先看一看 有聲有話 是不是 聲音畫面有沒有問題 各位 聲音畫面沒有問題 我們就等多五分多鐘開始 是的 今天這個直播又是突擊的 沒有 沒有預警的 沒有預警的 因為呢 今早早我們很早已經進去大嶼山那裡 是 那就實地去考察鹿湖晶蛇整個地方 嗯 所以呢 回到來就馬上剪片 已經是盡了最大的努力了 是的 今早是晨七這麼早 今早是 我接阿B的時候是 凌晨三點半 清晨 三點半 三點半接阿B 你說我們今天多早 那現在我們拍完一日夜 整齊了 終於在下午五點 十分左右 我們才能開到這個直播 嗯 中間吃了個飯 嗯 是不是 又剪一下片 回來要看一些片 看一些片 整理一下 因為有些未必今天會和大家分享 有些就過一陣子再收拾 就是 今天拍了很多東西的 那 那 今天出的東西呢 那 也都在我們那個furnail那裡看到 是 不如開來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先 看一下先 直擊六湖工程進度 走訪 六湖精舍 佛傳址 嗯 沒有說法師那些嗎 嗯 一旦 一旦 我們都會 集中一點說一下這兩個地方 我們今天專門上去 那 法師那部分 我們也會去說一下 因為那個furnail呢 不知道大家進來之前 有沒有看了我們 下載那兩條短片先 剛才我們一剪完那兩條短片 馬上就和大家分享了 是 但是一會兒 如果你還沒看這兩個影片 也不要緊 我們會和大家一起去看 以及 一起在這裏聊一下分析一下 先介紹一下人物 左邊和右邊就是我和你 大佬邊和邵子豐 中間兩位男士 那個法量好像差了很多 我和你們兩個 那個法力 那個法力低很多 你的法力好像強那麼多 比較無邊 中間兩位男士 不知道大家認不得 白色衣服的那個就是阿McLo 可能大家都有訂閱了 FMTV 焦點FMTV 對 大家可以訂閱 至於 勇哥 另外 左邊的位 中間左邊的位 勇哥 好像有留言 朋友仔是認得他 是嗎 剛才我們也出了 勇哥的影片 一會兒會和大家介紹一下 勇哥 是 又有新人物登場 沒錯 因為勇哥很膽識的 很肯說話 沒錯 所以今天有很多的部分 都會是勇哥爆料的時間 我自己今天接觸勇哥 我也喜歡了他 喜歡了他 因為他說話很坦誠 勇哥這個人說話 而且是義氣子女 這個人很真 對 其實有時候 你說真話說假話 一看就知道 是 那些人說假話 不斷說 潘扯扯 潘扯 不斷說 不斷說 那些人經常說假話 以後我們叫他潘扯扯 對 潘扯扯這個名字很搭配 阿扯扯說完那些 很大聲 但是收不回人 不只可以一個又一個 蓋住 那究竟阿扯扯昨日 那些禁制令 是 小文出了禁制令 給潘扯扯之後 那他到底有沒有收到影片 我們一會兒又一起 互動時間 一齊看看 是嗎 我見到翁小姐進來 多謝翁小姐 我們今早是有特別嘉賓 這條影片 不知道大家剛才看了沒有 如果看了的話 就會見到我們的特別嘉賓 沒錯 今早是翁正貞小姐 是和我們一起出動的 是 很晚睡 很晚睡 是 翁小姐睡了一覺了 應該現在 現在醒了 現在醒了 剛剛沒有看我們直播了 那麼就稍等多兩分鐘 我們開始好不好 好 那麼麻煩大家 在這個直播裡面的朋友 幫忙like一下我這個影片 還有呢 幫忙share去你的社交平台 讓多些人看到我們這個直播 因為我們今早很早起床 很早就去準備今天這個直播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樣貌 頭髮又掉多了 我本身 阿B整個人殘了 殘花敗樓 我今早也免得化那麼多妝 怕融 所以 隨便 原來你沒有化妝 有 嚇死我 沒化妝那麼漂亮 剛剛戴了 直播不要那麼醜 我們講講 一會兒我們會看看 今早我們去了六湖精舍和佛傳子的影片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KOL都有專門去嘛 我們都不急算 我們有去 很多不同的友台一起去的 是 包括了有大佬B 哈哈 友台大佬B 大佬B代表了大佬B的台 邵志峰 邵志峰代表了泰國油賣的邵志峰 有危險人物2.0 對 人物2.0 翁小姐 接著有FMTV 焦點頻道 差不多了 還有黃師傅 黃師傅 黃師傅 黃花開師傅 是的 這樣 很多朋友一起去了 一起行山 一起行山 好正啊 氣氛相當之融洽 大家都有共同的話題 是的 是的 在那裡 我們又試一下 跟隨潘兵兵的那個足跡 他去那裡 他不是說 他不是說去看陸胡禎社的 的 裝修的工程 裝修的工程 搞成怎樣 然後最後不是說 他判斷是 就是四百多萬 做到四百多萬的東西 是的 那麼我們又真的實地去看過 那麼 那麼我們就被潘兵兵 拍的東西 拍得更加多 那麼大家就可以 清楚一點 看看那裡是 什麼一回事 是的 那麼好 按回我們的東西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好 差不多開始了 那麼大家幫我like這個影片 謝謝你 那麼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分流 是 那麼我們今天就走訪了 六湖徵社 和佛傳寺 還有附近一大的美景 都盡修我們眼底的 那麼我們會主要和大家 直擊一下六湖的工程進度 還有佛傳寺 又是不是好像 之前其他KOL的片中所說 真的裡面什麼都沒有呢 還是那個工程的先後次序 或者是進度呢 其實還有一個 就是陳金儀 或者是他們的工程公司 亞洲的公司那裡 有一個說法 那麼我們一會兒會看看 那麼我們一會兒會看看 那麼另外呢 我們看到呢 那個片中裡面 是不是有兩位男士 我們會出現 白色衫這位就是Mac Lo 就是焦點視頻FMTV的主播 Mac Lo 那麼其實他就是代表工程界別的 他都對這方面十分十分專業和熟悉 那麼我們不懂 當然要請教人 如果之前有看到這個 焦點FMTV的分析呢 對我們現在講的這件事的分析呢 那麼他其實用了很多工程的角度去分析 那麼今次就更好了 我們直接就一起訪問他 讓他在現場 因為今天跟他一起去看 因為他在工程界 那麼他看到很多細節 我們自己就不懂 那麼就變了很多事情 可以向他問功課 人家的專業認知是不同的 那麼跟著黑色衫這位男士是誰 那麼他就是姓翁的翁先生 我們叫他翁哥 那麼翁哥呢 其實就是何方神聖呢 那麼我們一會兒看看片 看看他有什麼爆料 沒錯 然後去分析一下 翁先生為什麼這樣說呢 跟我們去認知的東西 又是相不相符合呢 那麼我們開始今天的直播了 對啦 讚好嗎 讚好的話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了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 娛樂油麻地 有我邵子豐 有我大老B 好了 上回提要 又是每次都要問你上回提要 他又來考我 我們上回做了什麼呢 我們有奇女子余麗莎 對呀 講了他一集 是 是 奇女子余麗莎的故事 上一集 我們就已經深入去跟大家講過了 那麼大家有興趣呢 又可以follow回奇女子余麗莎的Facebook 因為這個她的Facebook 就每一天都有很多發表 很多 就是騙子太多 傻子不夠用 那麼大家就可以看看他奇女子的連載了 那麼就說回我們今期了 那麼今早早呢 天微光啊 那麼我們呢 就拖著這個皮佛的身軀 這樣這樣 向這個東沖進發 是 然後呢 就繼而再去大嶼山 經過禁區的那條路 是 然後就直進這個六湖正舍的範圍 是 那麼首次去那裏 感覺都挺特別 是 原來那裏呢 其實真是很美 和一個很舒適的地方 這樣 其實去到是很開心的 就是那個感覺很舒服的 其實 沒錯沒錯 因為地方呢 首先它鳥乳花香 是啊 是啊 真的一會兒大家看的片 可能都會聽到背景很多 蟹叫 蟲叫 還有一些鳥仔聲 是 又有些手足在現場幫忙 拍到一些航拍的畫面 給大家看一下 是很美的 一會兒還有一些360的影片 是 還有那裏呢 第一就是非常之多 親身大自然 很多樹木 是 另外空氣很好之餘 其實整個的氣氛 真的很適合蟹收 很長和 即使大家呢 未必是個個都是佛教徒 但是呢 整體的意境 各樣呢 真是令人很清淨 很舒適的 那不如我們呢 首先看一下呢 就是今早我們 這個影片先 我們會一路開咪說一下 普通市民 那這一個呢 就是那個 六湖徵舍的外觀 是 現在你看到那個門口 其實都做得漂亮的 是 但是也保留它原有的風貌 那你見到那個地方 那你見到那個地方 現在左邊這裏就未整的 十分大的 很大很闊的 很大很闊 然後我們當日 即是今早 就車一齊一行的人上去之後呢 那我們呢 也都會見到 除了那個 還有那個 有開咪嗎 我們 有的 那我們呢 除了你見到左手邊之外呢 那些地下都收得很好 是 有很多這些 好像小朋友佛像那樣的擺設 其實都做得很有趣的 我們去現場其實就是要確實 在現場親眼看一看 到底那些工程是有沒有做到的 做了些什麼 是不是好像潘蜜蜜所說的呢 是 那我們呢 大約看了一些 一會兒可以看一下 裡面內籠是怎樣 不如我們首先呢 就看了 我們和Mac 拍攝那條片先 好嗎 今天是2024年的3月29號 是 那現在是早上時分 早上10點 10點 59分 10點多鐘 那我們其實今早早 很早已經來到這個六湖精舍在這裏 還有Mac哥 我大哥 對 聯播 還有B哥 對 很多不同的朋友一起去參觀 一定要問Mac哥 Mac哥是工程界的 對不對 根據之前 班長所說 他說去估計 陳金兒 他做這個工程 其實四百多萬就已經埋到單了 你多他的 你是工程界的 我們今天實地來深度遊 來到這個六湖精舍 看完了 你講一講你的感覺 給大家聽 首先我想我要這麼說的 就是 進去 我們有一個差別 潘先生 他自己一個人是深度遊 我們就是一團過來 遊覽這個地方 我們就是一個專業解說 有十多人來這裡 三輛車進來 我們有專業解說員 當中有一些實情 他就可以說 例如油漆 潘先生 一口咬定 就說 這是什麼油漆 油漆會脫的 我的影片 也有一些觀眾都是這樣留言 你先看清楚 油漆會脫油漆 金兒小姐就說 那些油漆 就是法師的一個朋友 那個也是法師 不過名字就不公開了 不公開 另一位法師是介紹的 介紹的 所以才會用到這個油漆 剛才我們進去看到油漆 已經看到髮毛 開始剝落 很明顯看到油漆的質量 是比較低的 金兒其實也說 他自己油漆 他也發現油漆 所以他也想著油漆 還有在金兒的解說 其實他裡面的工程 因為大家都要知道 六湖精舍裡面 還有人在用 他不可能叫全部人 你們不准進去 我關門幾個月 我做了所有事情 不可能 所以在他工程進度裡面 他一定要分批 例如廁所 我今個禮拜 我專門做廁所 我下個禮拜 我專門做廁所 如果他人多些 他搬成一隊兵過來 他就可以同時進行幾個位置 就是做工程就是這樣 好像砌積木一樣 所以我們剛才也會看到 有些影片 例如廁所、樓梯 他真的逐一拍 我覺得 如果你說有些位置 我純粹拍著地下 爛的 拍著門 還沒做的 這個確實是不公平的 等同於你自己家裡裝修一樣 對不對 那個裝修師傅 他拆完你的房子 他都要逐一拍去做 他不可能有一次過 兩天變成你整個房子出來 對不對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好 那至於你說估算 剛才我們也實地看了 那個所謂的二千萬 那個禪修的中心 去跟六湖精舍比較 這個大小的確是有差別的 就是 這裏大很多 這裏大很多 我想這裏真的大一倍 一倍 有一倍 然後還有就是 車路 因為兩種不同的做法 剛才我們大家都看到 那個禪修中心 它是一個 那個地板 是一些 可拆除式的 隨時我們 結果 一塊一塊是移動的 那些我們在淘寶上面 都是相當容易訂到的產品 沒錯 但如果大家 例如可以看回 六湖精舍外面的地面 我認真說一句 做得很一般 但是 因為經過可能兩年的時間 會不會有些車 經過 風出雨打 導致它有些裂痕 這個我一定要很誠實地說 不排除的 因為我都不知道 因為它完成品的時候 我都未見過 剛剛才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我按照車路來講 很簡單 做工程的人 他就知道 我是斷mix square去計 是 車路 有車路的價錢 就是 一千多元 一mix square 大家很簡單 我想自己股算 我不計算了 陳金儀已經自己去找了 真正很專業的股價員 是可以上法庭的 去做股算 我相信這就看回她的報告 因為我們 這次來到的 坦白說 我們都是帶有一個 少許質疑的性質 去看看陳金儀 你究竟是不是真的這樣 是 而我們不是說 是 你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我們不是這樣 我們純粹就是 做回一個 讓大家 觀眾 好客觀地去看 你們自己去評估 然後再找專業的人去評估 你們自己去比較 我們剛才也拍了一些影片 少許裡面的裝修 以你去看 裡面的裝修 質量會不會很差 還是說幾十萬做到的事情 坦白說 他做了兩年 我又不太看到 有什麼很大的 我們叫做 就是說做完一些 還要再收拾 你叫做比較突出 就是很噁心的 就真的是牆壁的 真的發霉 陳金儀也有他的解釋 既然他有這樣的解釋 我暫且相信他 因為我沒得質疑 那些人真的是誰給他的 對 就是他這樣說 我就這樣聽著 這樣 問題就是 現在他想游 但他游不了 他有說過 就是說 可能他還會繼續做工程 這個就看看他自己 是不是再去做 當中也有一件事 佛傳寺 其實有很多人就是 其實阿搬山也有拍到一些片 就是其實他有拍佛傳寺 裡面 兩條片就夾在一起 就是有一些片 其實 看起來就好像以為同一個地方 以為同一個地方 沒錯 其實我們來到實地這裡 就剛才拍到一些片 已經很明顯知道 是兩個不同的地方 沒錯 那個地方還要寫著 是私人地方 不可以進去的 根本門口已經鎖了 除非就好像一隻狗一樣 就爬進去 否則的話就進不了 因為我們就不想扮狗 就進不了去 過去有些人就喜歡扮狗 就進去了 就拍了 就說這個地方 就全部就運過來 當一個地方 這樣說就很不公平 而且在先後次序上 其實根據合約也好 或者陳金儀的說法也好 那裡是還沒動的 他們是先做六壺精神的 是的 再做佛傳寺 所以那裡還沒做 這樣爬去那個地方 是一個還沒動的地方 還有我想觀眾 都一定有一個很大的清晰位置 就是那個所謂的千七萬 是發司給他的 是發司給他的金額 即是我們如果做工程來說 沒有一個顧問公司 或者沒有一個承建商 可以拿著把刀行著業主 跟他說 喂 你要給我錢 真的沒有的 當然有一些特別的例子 例如沙中線這樣會有 對 就是這樣 但是 這裏我想 不會有 因為發司的錢 都是全部通過他的戶口 跟完之後他再放出來 對不對 對 所以就不是先立了陳金儀戶口 然後發司又另外有一些 又進到他那裡 不是這樣的 全部進了六壺精神社的銀行戶口 然後再由發司開檢查給陳金儀戶口 即是那個建築公司 所以就應該這裏要搞清楚 還有其實在工程來說 都很有趣的 就是大家都需要知道的 就是其實我的提問 有問及到 就是說 我留意到金儀上單有兩次彈票 老實說 可能有些人 他就覺得彈票沒什麼 對吧 就是金儀都很大愛 我覺得他都覺得彈票沒什麼 遲幾天 但是其實在工程的角度來說 幾天都是一個時間來的 因為工程有一件事就叫做LD 如果你是 例如假設我和這個業主簽訂了一個合約 就是說明我哪年哪日 一定要完成這個工程 但是你遲了 哪怕你是遲幾天 合約裡面都會有一個LD 就是說明我每天計算的 對不對 那為什麼在合約上面來說 就可以有一個LD 是對那個承建商是有一個懲罰 但是業主又可以彈票 嗯 對不對 我覺得這件事 大家都要正確地去看 這樣 還有你專業你就知道 這裡去做工程 同不同我在旺角尖沙咀做工程 是不是那個的成本 或者時間 雖然多很多 因為這個地方 只是說交通 要來到我們剛才 一路上來的 那些車路都比較窄 不是那麼容易轉彎 這樣嘛 嗯 潘先生一定最清楚 這個 因為他在最初的時候 大概 我想他有三個月 他了解過這個工程整個做法 是怎樣的 嗯 甚至乎他都說過 就是說法師是 口頭承諾了他 是作為這個工程顧問的 是 其實在這裡 首先第一個車路 就是一個很有問題的地方 嗯 以及以我自己所看 就是 就是他們在工程的製作上面 就是他們是要先去自己去開路出來 嗯 這個就已經是在整個program 是他們要去計這些數 就是 例如假設 我講到明 可能我亂講 7月14日 我就放這個地盤給你 去埋位去做事 這樣 喂 sorry 7月14日他都做不到事 為什麼 因為他要平整了外面那塊地先 是 然後然後他還要加時間 啊 夾定時間 去下石市 下完石市 等他乾乾完之後 他才可以開始運一些東西進來 是吧 那所以這些其實是要時間的 不是 呃 可能我們坊間一般的觀眾 覺得 喂 哇兩年喔 兩年真的很久喔 但老實說 其實 即是你說在 這裏大嶼山 這裏搞兩年 其實一點都不久 其實 又不可以說不久 但是合理了是吧 也要 遠到這樣 是 是啊 駕車進來駕了多久 師傅也要駕駛去 不是啊 我們今早來車程都要40分鐘 我自己計過 在東沖地鐵站 只是來 在東沖站 進來這個地方 進來六湖徵舍 沒錯 駕了40分鐘 而且那些路 也是相當相當窄的 是啊 正確 所以其實在那個 例如 我解釋一下難度是什麼 例如下石市已經有困難 為什麼 因為你不可以叫那些石市廠 大田裏車 是 那些呢 通常 我也忘記了幾噸 例如十多噸 那樣 但問題是 它已經不可以全充了 甚至乎 30噸 30噸 即是它已經不可以用30噸 它簡直是用自己 知情人士說 那它就 簡直是只可以 可能自己手搭 或者自己再叫一些田裏車 細田裏車 九噸 這樣去做 那其實 那個 時間 成本 那是一個 大問題 以我自己親身個人經歷 老實說 我自己當時做工程 其實我們都接過 煤窩 和平洲 都是偏遠的地方 我們做過兩單 但是老實說 我們做兩單 第一單 工程的金額 就不是很大 第二單 我們都不會這麼笨 我們出排船 出排船 所以這個情況 免得下手做 沒錯 所以這個情況 就是跟潘先生想的一樣 我真的想這個問 你既然說到這裡 很想問 我們說就不專業 或者其實觀眾 一直都很混淆 其實潘先生在這件事 有沒有有角色 跟陳金怡在這件事 有角色 究竟是重疊 還是不同的 OK 其實 潘先生自己也有說 就是說 他不想去碰這單工程 或者他說到沒有興趣 覺得有可疑 等等 所以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已經是 搭了一條路 就是說 他是作為一個 叫做 工程的顧問 對嗎 就是這個 我找回他自己的 那份就不是報家 那份就叫做 首先他的角色 叫做工程顧問 沒錯 他是說自己的工程顧問 所以其實 在一個工程的架構上 我們首先一定要清楚 就是有一個叫業主 業主 我們可以理解到 就是法師或者六湖精舍 沒錯 對不對 接著之後 就去找一個承建商 但是很多時候 直接找承建商 就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始終六湖精舍 或者法師 他不會做工程 沒錯 對不對 你跟他說 什麼時候員工的材料 用什麼做多久 其實他不知道 他沒有這個畫面 所以很多時候 業主都會找一個 專業的工程顧問公司 是 或者我們俗稱 如果要建設工程顧問公司 我們叫做 工程顧問公司 那個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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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好像潘先生那樣 所謂進行一個 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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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可以上升 是的 有些我們俗稱是飛機錶 是什麼叫飛機錶 例如 預算潘先生 股價6,000多萬 如果每個都報1億的時候 其實那些真的是飛機錶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想過 只有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 這一刻 其實如果潘先生 作為工程顧問 而 金兒 我聽到他所講的就是 發師跟他說 就是 說那些設計圖、入職、文件 你不用理會了 你做就行了 某程度上他就是一個 我們俗稱叫做斷了手腳的成建商 因為他什麼都不用理會 他只做就行了 理論上應該要有一個工程顧問 去負責所有東西 但是這一刻我看不到這宗工程 有這個人 其實本身如果他們的角色適合的話 應該潘先生夾著甘兒做 沒錯 完全正確 所以你說潘先生 我又覺得很好奇 我真的很誠實地去說 如果你說你二月至五月 口頭承諾了 你是作為一個工程顧問的公司 跟完之後你不搞 其實你的責任也有些問題 對不對 因為理論上其實你在看這宗事 你答應了 對 是不是 工程那裡又不跟著 但現在又不斷跟著 其實是什麼呢 當然很多觀眾可以自己作一個 估算或者理解 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但是我覺得真的 在成建商的角度來說 坦白說 如果以現在成建商和業主的關係 老實說你問我 我就覺得業主沒有想過完成這宗工程 不像有這樣的動機 真的不像 你找人做工程 但是動機又不像完成工程 這件事是很有趣的 難道是用來玩的呢 那我再直接一點 有沒有一個角色就是他想做了一個顧問 他做了一個顧問 但是反正都是我做了一個大判 下賣到下一步 會不會的呢 賺了工程錢 還是不行的呢 因為我們上網看到有些可能都是業內人士 就說現在有些規管 就不讓你這樣做 有些人說不是的 很多都是直接這樣做 順理成章 其實如果以一個叫做 我們叫做那個 真正的建商的工作 或者一些政府的工程 總而言之見得光真正要投標的工程來說 就一定是不可以同一間的 大老實說 私人的工程很多時候就 一個公司 一個工程 做工程的公司 分開公司而已 他可以有幾間公司 分開公司而已 我們香港人很聰明的 明白了 他自己會這樣 但問題就是這一刻 簡直是沒有 法師總而言之就是 拍心口跟他說 金兒 你真的不用理會了 入職那些你不用搞 總之你做就行了 做就行了 所以 所以我提及到 Dual Duration上 法師本身已經是一個 不負責任的業主 所以坦白說 法例上 我當然不是翁小姐那樣專業 也不是潘山你那樣專業 但問題就是 這一點我覺得上到庭 都說不通 是 嗯 嗯 說不通 是啊 說不通 那要問潘山 那要問潘山 是 因為潘山你應該知道 是啊 你兩樣都認識 是啊 我們就隨便適讓 我兩樣都不認識 又建築工程師 又法律師 是不是 那應該他認識 是啊 人家知道訂了 收錄片了 收錄片了 喂 那個工程師是假的 哈哈哈哈 工程師很有趣 工程師理論上 就是在香港的制度上要註冊 我不知道他從頭到尾那個工程師 他有沒有寫註冊工程師 嗯 沒有的 沒有的 建築工程師 哦 建築工程師 是啊 哦 就可圈可點一點 建築工程師 一定不可以 那這個名字就很有趣 是吧 就是有心去 什麼 有心去 蒙運 蒙人 是啊 真的 這個老實說 就等於你中醫師一樣 我們全香港人都知道 中醫師要註冊 喂 但你沒有註冊 你又說自己是中醫師 都還沒有說他選舉 如果這個名字是用來選舉的 那就更加有動機去蒙人 即是他的選舉單章 以及宣傳品全部都說了建築工程師 哦 當然他可以有自己的解釋 例如 你都可以 即是他可以跟他 即是可以跟大家說 我以為他比較好聽一點 我叫自己肉類切割員都可以 這樣也是 對不對 即是他自己想一個 他自己創作一個名字出來 我是八日夢想師 是的 都可以 看間就叫物業管理那些 是的 沒錯 即是他現在他自己創作一個名字出來 那在法例上行不行 不懂 沒有人說不行 但是他是一個有公共性 例如一個選舉 或者他在一個立法會的聽證會 這樣的時候 他都用這個牌頭的時候 大家要相隔一下 就是合不合適 又不是說騙的 不過就如目混之 濫於充塑 是的 又不是說你騙的 是的 是的 在我們的認知就是行政長官只有一個 我不知道是搬生會不會 遲些他會說特別行政長官 他自己也有想過 這樣也不一樣 是的 真的不知道 是的 是的 建築工程官 哈哈 在法律上是沒問題的 不過你這樣寫 別人大家想 自己大家都有腦想 是的 真的 別人改名叫進擊的海膽都可以 是的 是的 沒有錯 所以一個小小的總結 就是我想今天來到 只是說一句 我們就不會說 亦都不可以 因為我們手上第一 我現時這一刻 我手上沒有BQ 如果熟工程的人知道我會說什麼 沒有BQ 沒有SPEC 沒有Condition 所以 其實我看到的東西 就是他工程上的質料所用的程度 以及就是他叫做 在門面上他做了多少事情 大家自己去估算 這個很簡單 還有就是真正 到最後就是金儀 金儀小姐 她自己找了一個 真正專業的股價員 去作出一份報告出來 我想到時候 好像陳金儀 她都會說 就是公開這份東西 這份報告可以公開 和潘山 對質一下 是的 有質疑她的人 不要經常好像 斬著潘山 不是他們想到的 我想公眾都想知道 沒錯 公眾知情權 我們有你說的 我講的 是呀 公眾知情權 就是 就是 是嗎 是呀 因為好像說 復活節差不多就有了 那我們 一於看著 會不會 那個 估算出來的 效果是怎樣 究竟跟潘山說的 有多少吻合 嗯 好 真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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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專業人士說的那些東西 聽下去都真的好像 說服力馬上不一樣 我們都學了很多東西 就是明顯看到佛傳寺是不是 嗯 還有陸湖徵舍 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过少少 走多久 我们实际说 由六湖精舍走去佛传址 其实我们需要走多久 大约3至5分钟 没有5分钟 很近的 但是两个很独立完全不同的位置 不是黏在一起的 这里很感谢今天早上的Jordan 还有Toby 拍了一条很漂亮的360的视频 你会见到其实里面几乎是完全没做任何东西 但是都有动过一些工的 就是拆东西 没错 所以里面是没有东西的 所以里面拆到颓换拜雅这样 有心人想说别人没有做这些工程 就会拍摄这些颓换拜雅出来 这些颓换拜雅外面 其实都黏在这里写着行人面净的 是 就是说了给你们听 大家看不看得到 私人地方不得内进的 是 佛传指示 外面有贴了这些标示 是的 所以你看我们完全都很奉公手法 别人写到明 叫你不要进入 我们就不会爬进去的 刚才大家看到有画面在里面是什么意思呢 是有人伸了那个自拍神器 堆了进去 是 360镜头堆了进去 所以那个镜头你看到为什么从内 就走出来这个佛传之外 就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我们人就没有进去 因为那里你看到现在画面中间那里 其实有一个水桶 是 有一个红A红色水桶 那那个水桶呢 如果要爬进去这个佛传指 就要像一只狗那样 爬上去的水桶再爬进去 跳一跳这一只力 跳一跳 还要跳到好像狗那样 那 如果跳进去那些人呢 就真的好似狗 我们就不想似狗 所以我们就没有这样做 但是我们也都想象到上次 因为某人 潘平平先生 他就是好像一只狗那样 就爬进去 我们在现场都贫钓 贫钓他这个狗式的爬进去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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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没有爬进去 不好意思 总之很明显就看到一度 就是还没做的 因为他还没排队 也没排到佛传指 就先做了六湖精舍 但六湖精舍做得挺好的 是吗 是呀 那六湖精舍 你还没弄那个地方 我们拍出来 你会看到 里面烂融融的 拆掉了东西 对不对 那弄了那些又怎样的 到底 是 刚才也看了一些片 我们看到外面 还有在和Mac Lo一起聊天 那条片里面 大家都会看到 我们放了一些 就是小小的片段 进去 是 游得很漂亮的 是的 弄了天花板 还有什么呢 例如那些佛坛 或者是一些 好像不同的课室 整好了 可以用的 刚才有人问到 就是化分池 化分池的位置 就是延伸到六湖精舍 后面有一个 好像后山的方向 那里面一只洗手间 男女洗手间 都各有 还有有几格 那我们就全人类 都进去放低过几两 个个都有进去放 全都用过 是 那都整得了 只要它留去哪里 我们就没有研究了 我们很少说去厕所 再研究我们的东西 留去哪里 是 是 是的 但是整体就 总之是用得了 里面基本上 六湖精舍 都是完全能够运作的了 不过我们就见到 某些房间 可能里面 还有些杂物 就未去 就是 拆箱 拆来用 是 因为我们今早 其实都没有 没什么人 只有我们这团人 没有再有其他外人进去 或者去拜拜 是的 都没有其他人 都很清幽 里面只有一位和尚 听听翁小姐说 那位是在澳门请回来 是的 还有狗狗 还有狗狗小龙在那里 狗狗 就是这样 狗狗 我还以为你是说什么 你以为是什么 狗小龙 狗狗小龙 因为你说很多狗 我不知道 那个真是狗狗 是 有些人就喜欢扮狗 有些真的投胎做狗 是 狗狗小龙 在那里 铸手的一只狗狗 是的 不过他也比较瘦 因为看到翁小姐也有喂他吃东西 好像他也很肚饿 后来翁小姐也有说担心怎么办 因为平时不是很多人照顾他 是的 也不是经常有人出入 那个位置买食都不方便 买菜不方便 小龙很厉害 小龙是翁小姐的老公 是 跟小龙聊天 是 然后小龙就带翁小姐的老公 一路走走走走走走就又 他带了河山 半个小时就下去 但是我们车都要九个小时才上去 车都要链九个小时才上去 不知为什么小龙就带了河山 就走了一条捷径 是 总之呢 半个小时 河山就 人脚地走下去了 人脚就跟小龙一起走下去 在东涌站那里拍照 没错 拍片就给翁小姐看 没错 那 怀疑那里有结界 那我们先看看 是 看到美景当前 是 但是呢 我又看不到有什么捷径 可以半个小时就落到 去东涌地铁站 所以这个真是 厉害 不懂玩 这只小龙也非常有零食 还有小龙一带完河山下去之后 极速回来 河山示意叫他走 那小龙就立刻就回来 很快又在我们面前出现过了 难道真的有结界 真是很厉害 小龙中间有一个随眼门 是 下次这些真的要找潘先生 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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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才能够做 喂 刚才我们亦都在片段里面看到少少的 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直播 还有陈金仪和动民法师的对话 就有说到其实相比起六湖征社 六湖精社的报价加上佛传纸要成五千多万 但是法师说附近有一个佛纸 二千万已经做得很漂亮了 那就有所比较的 我们现在又再看多一条地面 直到又去那里看 我们沿着都是同一条路 我们在附近大约走五分钟左右 就来到这个法师心仪觉得装修很漂亮的佛纸 我们每个看完之后都哗哗声的 但是刚才也听了Mac说 第一就是大小很不同 尺寸不同 你看到这个门口也差很远 你现在看到这个地方 它门口窄很多 尖地没有那么大 而且我想这个工程的性质没有那么大 那里就比较一开始起步点 第一好像铺地板 其实这些地板都是一些简单料 很活动的 不是很贵的东西 我们甚至去淘宝也找到 是 没错没错 二十几元 好像是 二十几元一块一尺 你看到地上铺了所有咖啡色 好像很漂亮 其实那些用料又不是很贵 层次是比较装修的 所以其实这个比较里面 我的感觉是 法师其实也不太懂工程装修东西 正常都不懂的 不过他是 他是总负责人 是 这个工程的总负责人 是 就是说 刚才大家说的那些什么 是不是有人说什么二级古迹 那些什么 是的 古迹啊 什么天花 有没有申请 那些 是的 这个有说过 其实 陈金仪有回复过 那就是说 这些工程他是没申请的 是 是 法师是合资的 是 是 是 那么呀 那个法师也没有要求她申请 哦 是 所以就是这样 之前 陈金仪有说 这些师傅有没有合适的资格 是 他们有做过一些 是寺院的修復工程的 即是有經驗的 都不是用普通一般的 家裡的裝修的能力去處理的 所以這個就是講了我們所知的東西 給大家知道 善露說今早真心很早 剛才在短片裏面 兩點多起床 然後要載我們這麼多個 我們都是上車有得睡覺 他還要開車 我們剛才在短片裏見到 有位置叫做翁哥 翁哥 翁哥是誰 首先翁哥跟翁小姐沒有關係 大家只是這麼巧合姓翁 翁哥也是一位 平時都是叫做義工的朋友 他就負責開車 接送 法師 建築工人 所以他就見證了很多事情 沒錯 他也跟陳金儀相識和一起工作 十幾年 不是一個短的時間 所以陳金儀可能賺到很多錢的時候 又或者遇到這些不同的 例如學校的生意 對佛子的貢獻 對和尚的貢獻 其實他也知道很多 而且他也很肯說話 現在的陳金儀就說 不要說了不要再問我了 我不想說了不要拍我 這樣 因為都懷疑他都受到一些壓力 是不是 都未必說 就是好像之前那樣 始終就是自己一個人 還有家庭 對 希望大家都明白 他變成說少了 我們也不會太逼他去說 是 因為真的有些難處 但是很好 我們認識到一個 義氣子女 有個義氣子女 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見證了很多事情 阿翁哥 而他又不介意說 他又很肯說 所以我們又特意聽聽他說 一起聽聽聽 我心想 我連對我老闆也沒有那麼好 你這個混蛋 他叫你買什麼 大師叫你買咖哩雞 大師叫你買咖哩雞 咖哩雞 咖哩雞 咖哩菜 還要吃完再吃 吃完再去買過 吃完第一次 吃完第一次 我已經談過 跟咖哩屋 我應該是那個叫什麼 麒麟子附近 麒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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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哪裏 但你見到他皇上買肉給他吃 你不覺得奇怪嗎 我買了菜 買了雞 他就去吃雞 我還問他 師傅為什麼可以吃肉 他說 馬來西亞是可以吃肉的 那我就沒了聲 我以為他說 他平時的雞特別有氣好 吃完之後 然後再叫我去買 再 不夠 翻尋味 我心想我老爸也沒那麼好 立即起雙飛 我真的想要去吃雙飛 我立即碰他 我簡直拿粗口罵他 為什麼你罵他 你做人 你可以這樣做 即是他這樣對你 你可以這樣說話 你對不去天地 你說到高寶寶 阿金二 對 罵阿金二 不是 即是我罵 他經常欺負阿金二 罵到他 我個人說 我最看不到他哭 他一哭我就發瘋了 因為她和我妹妹差不多同年 相差很少 我心想當她是親妹 她的子女都是從小我長大 即是很不公道 有時你不做就不做 你不跟她說我不想讓你做 我想怎樣怎樣 說出來,你是男人 你為何做這麼混亂的事 是吧 如果你不是穿著這件衣服,我會打叉你 我真的生氣到她在善事面前 我不知道能不能出街 說粗話我就問候她 我說你老母,你是不是瘋了 她見到我很害怕 因為我真的會瘋她 我真的會動手打她 你這樣做和尚 你這麼多年我們做什麼 我們一群人好像以你 當你是老爸那樣,你知不知道 你去哪裡我們載你 你去怎樣我們載你 半夜三角我想睡覺 她一個電話我都去載你 她半夜去哪裡 我怎知道她去哪裡 她有時… 她有時… 她送她回去… 她送她回去… 那時候她就很正經的 在那個叫什麼… 在那個… 遲山子 很正經的 有時她說有些東西送禮物給她 我又晚上送過去給她 我真的想不到她是這樣的人 忘恩負義 我相信她在遲山子的時候會比較好 會在油麻地下 走多幾步過去的 那些我不敢說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我不是親… 你有沒有車過去? 你有沒有車過去? 你有沒有車過去,佐敦? 沒有 沒有 油麻地? 有嗎? 知道嗎? 紅色完善也沒有 好老實的,那些我看不到的 我不去猜測 我不會去猜測 但是… 你對… 是否有些事情不讓你們車的呢 有些地方去 我的同事有說過 那些對話是很黃色的 噢… 即是大家… 他喜歡說這些東西 即是說一下 即是說那些? 即是他… 即是他跟這個人… 我… 我是開車 我… 他就說… 那些風月夜 即是男人風月夜 即是那些風月夜 即是那些… 發射 前面的女兒 厲害 即是換那些 咦? 阿強 他很大 因為為什麼呢? 我和金兒太久 他有些事情他不敢… 即是…表露給你看 人切呢 我都說了 他擺明是欺負你了 是不是? 喂,現在… 有錢了 有錢做什麼? 有錢就擺明是想… 想自己私吞 那些錢 聽到沒有?潘先生 其實那些捐款 是不是交給大師 還是交給金兒的? 進去他的… 那個… 他的戶口 大師的戶口 是啊 他自己戶口 進… 進去那個… 廟… 廟的戶口 所以我想問你們 勇國你聽… 你聽到… 他… 法師說那些什麼… 什麼… 他那些什麼女兒 騎馬 跌斷腳那些… 你有聽過那些錄音嗎? 我親口沒有看 沒有聽過他 但是… 你有聽過… 是有說的 講開有說的 那個人… 那個衝手不行… 即是奏他們那些事情 你有聽說過 那你很生氣 當然會生氣 對不對 你有什麼… 你就找我們 你做什麼… 要講小孩 關小孩有什麼事 對不對 禍不及家人 你走到哪裡 你也是這樣說的 對不對 你還是一個和尚 而且他明知道他們真的是騎馬 他們 特地這樣說 最慘的是他還是有學識 對 他是很清晰地說的 你不要… 就是… 簡直是敗類我跟你說 我沒有讀過書 我都不會這樣 是不是 有做就有做 沒有做就沒有做 就是這麼簡單 我現在是貪錢了 我現在是不喜歡你幫我做 怎麼樣 我是喜歡被人做 那怎麼樣 是不是 你做得到 你就說吧 你做什麼呢 我要設定一個 法師臭口關主組 對不對 你做什麼呢 你yes就是yes no就是no 你做什麼 就是這麼陰濕做什麼呢 你這麼陰濕 你想不怕鬼咯 你…你大罵他 他有什麼反應呢 他走 他一定是我告訴你 他不能和我對的 我知道了你的事嘛 說不通啊 是不是呢 我大聲我又不打你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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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覺得我… 說得不對你就說… 說出來咯 對不對 你為什麼這麼害怕呢 是不是 這很簡單的嘛 我…我…我弊你 你…你覺得我不對你就… 你…你…你第一次買… 你第一次買… 那些咖喱雞回來 你…你第一次買… 你見到牠吃了 那次是不是你第一次見到牠吃了 是… 是… 之前你是沒聽說過的 我開始就不相信牠了 你之前也沒聽說過的 是… 我…那是我自己… 親自買… 親自看到牠 因為你買了咖喱菜 是預料牠的嘛 是…當時買了… 是… 是… 我看著牠吃咖喱雞 我已經說得很奇怪 師傅可以吃肉嗎 他說馬來西亞的師傅 東南亞的師傅 可以吃肉 那你馬來西亞來 那我… 那老實說 金兒也看到了 牠…牠有沒有按著你 當時好像金兒不在做 金兒不在做 金兒不在做 他第一次吃肉 很早的了 我跟你說 早過那張照片 早過那張照片很多 很多 那你是第一個給牠吃肉 意思是說 大概多少年呢 你覺得 你說的 2020 2019 今年是2024 是啊 我想也有六七年了 COVID-19之前兩三年 嘩 嘩 吃了很早 那不是1718這樣嗎 牠當時還在慈山寺 哦 當時牠們放牢 我接牠回來 牠說肚餓 牠說想吃咖喱 牠說全灣有間咖喱很好吃的 那我就去買 你知道我們買的 什麼都買的 買大胃 人人都有 人都有 吃完之後 這個很好吃 咖喱雞來的 然後我還問牠 我很記得 在我的印象當中 是不吃肉 就算你吃肉 不要在我面前吃 你偷偷地吃 牠吃完之後還叫我買 再買一次 那我才會生氣 人家這樣對你 你這樣有什麼意思呢 工人這麼小 是吧 你有做就有做 大膽一點 是吧 你這麼 糟糕的 你開始不相信牠 是因為見到牠吃肉 當然了 吃完再買 有些搞笑的 再買一頭 無利頭起雙飛 好飲食 牠經常跟你說話 牠說的話 牠比我的 你知道我們這些 都見慣人的 因為牠 講一套做一套 不是一個可以深交的朋友 我大聲 我粗魯 因為我講真話 是吧 你不喜歡我這個方法 你不要跟我一起 牠不會 牠經常跟你笑笑口 放毒蛇 那些 放毒蛇 是那種人 牠不會跟你這麼深交 嘩 之前阿陳金兒說 牠跟個個都 牠只是跟你說一些 然後又不讓你跟牠說話 我只是跟牠說 是吧 我試過罵過牠 牠 在我面前罵牠 好搞不搞搞學校 搞學校浪費這麼多錢 我說關你什麼事 那些錢是牠的 是吧 不搞牠難道給你 我說 對不對 牠搞學校也是公德 對不對 牠搞這間學校 說真話 其實我也反對 這麼多風波的事情 你再去搞 我發覺牠真的很有勇氣 其實牠是不是給了很多錢 法師使用 哦 特製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牠真的對法師好過牠老爸 真的對法師好過牠老爸 牠幫他裝修了很多東西免費 對 很多 例如呢 私人餐 那我不知道算不算私人餐 那是佛堂 荃灣是嗎 荃灣 那這間寺廟呢 它下面在大澳有幾間屋 當時的師太 我們上去裝修也無所謂 這個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荃灣那個文教中心理論上 應該不是這5400萬合約裡面的東西 不是 那就是不是VO VO是什麼 就是不是一些額外的工作 是沒有命令的東西 那就是純粹就是 entertain這個法師你 所以水是真的幫牠的 對 我都說其實我們算是幸運還是不幸運 我都不知道 以前做什麼呢 我們就是做 是這一次這件事呢 做完之後呢 就不知道為什麼要寫回去 剛才我覺得翁哥說的東西 就很重要 如果還有人說 這個陳金儀 潘小文是偷佛像的話 你自己想清楚 算吧 文教中心不是在合約裡面的 是 是 而法師呢 當日和佛像一起拍照 是 全部拍照 拍照 就是 還有可以問一下 原來這裡 這個六湖精舍的師太 有很多物業的 他都幫他免費裝修 好像三個 兩三個 說一下免費裝修 聽聽聽 那時候是他租給別人住的 每個月呢 他就有些錢 可能是給那兩個師太 叫做生活費 這樣 後來 上一手走了 那就住得比較難了 我們重新翻新過整間屋 然後翻新完 做好了 他有一個 我忘記一個名字是姓葉 不知道是不是姓葉 有一個女士 葉女士 他看完 我們交一條事給他 我們裝修好了 兩間 沒有收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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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沒有收過 我也相信他沒有收 嗯 就這樣做完 當時還是我車 那幾里 早上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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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金儀 以前是不是這麼笨 他對佛教呢 其實很老實講 我跟了他這麼多年 我們凡是佛教的東西 我們都是出錢出力 是完全沒有計算報錯的 嗯 真是出錢出來的 即他是拜 你想想拜神 還是燒衣紙 我們可以燒幾個小時 你想想幾個小時 我想 我想我不會 是幾箱幾箱來燒 即是我們去廟裡 公的廟裡 很重要 即是先人位那些 是幾箱幾箱衣紙燒 燒幾個小時 大哥 我就不會 他是不是捐很多錢去廟裡 會出很多錢的 為何他這麼多錢 其實很多人說他 不是 他做佛教的事 他是很 真是拿個心出來 這個是真的 真是拿個心出來做 有沒有什麼回報的 會不會因為這樣 於是就拿到很多工程 沒有 完全沒有目的 沒有 我們的工程其實 都是做回我們自己的事 有意義的 我們判出去被人做 例如我們買了地 我們自己圍東西 都是我們自己的伙計 自己去做的 你們有沒有問過 Go Baby 錢從何來 是啊 錢從何來 每個人都問他 你又認識他這麼久 買地賺錢 買地賣地 陳金二說他差不多200幅地 這個差不多 這個200幅地 很多 如果你純粹計 你純粹計筆就有 金二要不要契仔 你看到剛才和你 我們還有很多物業 金二認不認契仔 是的 我不是很努力 那你平時有時 那麼多伙計 幫他出入做這些工德 你們有沒有良出 他們工德沒有 我們 你都照做義工 就是當幫他 是的 嗯 尤其是你知道 有時做這些工德 通常都是假期 或者是那些 六天 那些 基本上你放假 基本上我們都沒有 嗯 那你一做一場法事 我們包括 他這裡以前也是 有什麼法會 那些花 我們半夜生間 那些車過來 然後大陸接回來這裡 那些叫什麼蘭花那些 很多 自己一車車車上來 嗯 有時一轉不行 兩轉三轉這樣 你剛才知道幾多長 那你想想 如果從上水車過來 你想想要走幾個小時 嗯 阿翁哥 那你的地應該都不會少得過 都不會少得過 好 我想問一下你 金二說法師 其實想他送了那個 德餘農莊 和農屋給他 是嗎 我覺得會是 因為我們有時 我自己和他聊天 我都說 我說你 當時他在慈山寺 什麼村都沒有 對吧 也錢的東西 不會到他管 但是到今時今日 他只是one man band one man company 基本上他簽就可以了 你 我和你鬼死這麼熟 我隔起他屁股 你都知道我做什麼 那我不想讓你知道 我唯一一個方法 就是搞走你 然後我找他就可以了 找他 你幫我和他談公情 六千萬的 你跟我說 拿一千萬 打大一千萬 這個是我 我想的 嗯 這個是我想的 為什麼 哇 真的有錢 我戶口 以前的錢 你有一百萬 一千萬 關我屁股嗎 現在不是有錢 我簽名就可以了 其實是否從頭到尾 都是想欺騙阿金兒那千幾萬 訂呢 不知道 不如簡單說 是否用完的氣呢 是 絕對是 絕對百分之一百 是 本身叫他來是付錢而已 是 沒想過他這麼愚蠢做馬公司 是 現在不知怎樣下去 是 他現在分分鐘 我覺得他籌到錢 不想賺完美數給他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申請到東西 你想想合同 怎麼可能會跟你說 你籌到錢你才給我 我不是幫你 玩什麼 我真的做生意 你喜歡什麼時候給我 什麼時候給我 你如果你可以的 我立刻找多點工程給你 立刻找給你做 為了什麼 為了什麼 你告訴我為了什麼 陳金兒說 如果捐不到錢 他包了那條美數 就是我們包了美數 他為什麼經常說 我們做那間學校 那間學校 他捐出了很多錢 他是誰 他 陳金兒金兒 陳金兒 做海荔山 如果不做海荔山 他的錢就會來這裡 喔 所以法師 覺得他 你浪費了其他錢 令他少了錢收到 有好有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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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所以陳金兒的訪問 如果不是做學校 都會被其他東西欺騙 就是 來這裡 到時不是1700萬 到時不是1700萬 就5000多 因為金兒是5000多萬 不見了 有個疑似說 潘卓鴻想要佛船子後面那塊地 是哪塊地 在哪裡 佛船子後面佛地 他說不知道 想做工程座 要佛地 做什麼 不知道 問法師說想要佛地 陳金兒也知道 這裏是彦泡瓶子 這裏是建築元座 這裏是燃興寺 這裏是燃興寺 這裏就是這裏 這是家不泡海龍王 這是這裏 這裏是燃興寺 這是這裏 剛才說過了,因為法師是總負責人 法師沒有申請就沒有申請 也問陳金儀有沒有幫... 公有買保險、勞保 就是判頭買的 陳金儀是一個大判的角色 他判了給異判,即是師傅做 異判那裏就幫師傅買保險 這就是他的回覆 剛才他的回覆,需要讀一下幫他 好,讀一讀 手作老泥像有經驗 但一切是按法師的要求進行的 我免費做過屯門清涼法院的大電翻新工程 治國院的復修工程 每一個工程的位置都需要法師的指揮和安排 並且要法師確認我們才可以做 做好也要法師確認才可以收貨 否則就要重做 沒錯 那這裏他都很快地回覆了 我們今天就看了兩條片 翁哥你看到他一邊說話 說到咬牙切齒 是啊 真的很生氣 看來很生氣 因為他都跟我說過 自從見過法師吃過兩個咖喱雞 就是一雞味平 一雞油起 要兩個雞 法師才滿意 之後呢 翁哥都不再相信他了 是 嗯 嗯 很多事情都是翁哥自己的想法 他的猜測 但是很明顯看到他都是奮奮不平的 沒錯 幸好他又很肯說 大家又聽一下 多一個人的想法 我們又很肯問 那就變成了一個違訪 大家圍著他不停問 大家完全不放過他 他又不停來 有問就必答 是 知而不盡 不是 知無不言 言就無不準 OK 總之 從翁哥那裡就得到很多消息 他都有說 他自己就沒有親眼見過些什麼 除了咖喱雞 但是那些同事呢 都有說過那些東西的 都有說給他聽 這樣 這樣咖 但翁哥又均真的 即是 即是他自己沒有聽過就不亂說 就算有載到他去哪裏 但是不是載到上去 單位裏面的 他就不說的 你看不到他做什麼的 他就不說 這樣咖 即是你都要知道 以他的現在的皮聲 還有現在只有他一個人回答 他大可以說 肯定有去啦 去了哪裏 而他是沒有這樣做的 有一個留言說 我發覺這裏呢 有人一直在剪輯那些 回答不到的留言 是 有什麼呢 即是你覺得有人在剪輯嗎 那呢 因為 YouTube 他有自己的留言篩選系統 例如你們說的那些留言呢 即是比較harsh一些呢 那YouTube會自己篩選了去 嗯 那不關我們事啊 我們目前就 答到實答 未有空 即是 禁走你 未有空要blog人 現在啊 所以你 想問問題 那你就問咖 是吧 是啊 你就問出來咖 是啊 是啊 那 很多人爭做陳金儀 乾兒 乾兒乾女 是啊 是啊 我們今早 整個村人已經爭著乾 全村人都排隊 你們都排到 排到 到東涌 是啊 你們排很遠啊 現在 是吧 嗯 那我現在 我問問阿金儀 是 是 喂人家說我收了你四十萬 是 是 即是有些 有些 不盡不實的 YouTube頻道 啊 就 就視我們為敵人的 那樣 那樣 那不斷地這樣 就去中傷啦 吹花啦 是吧 嗯 那拿下你的舊屎的東西 拿來講下 是 那拿下我的舊屎的東西 來講下 那我自己的部分 關於假學歷那一部分呢 那我已經在我的社群那裏呢 我已經找回我的那個影片 那那是一周行的影片來的喔 那我不妨又將那個影片 我看看今晚我上載我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那裏 那裏 因為沒有版權嘛 因為一仔已經被人 被人摺了了 對吧 那沒有人會申索這個版權 那我就會 我事先將楊侵權 是 是 我就拿這個影片再上載大家 因為 有 有聽眾提我啊 關於我假學歷 原來我 七年前我已經回應了的了 我本身想著呢 就是拍條片 是 回應一次 然後 幸好有個聽眾就 呃 傳回條 傳回條 喂 你回應了啦 你記不記得啊 我才看 是呀我回應了啦 這樣就行了 那我拿回七年前我回應的那條片 拿出來 還要那個是一個專訪來的 是 那就很好做啦 那我原來我七年前已經回應了 那我就用回七年前的答案拿出來回應大家 那另一方面 大家看到我現在這個直播 看不看到我有一個置頂的留言啊 那我要正式在這裡宣佈一件事啊 真是很不幸運啊 今天呢 我跌了個電話 那我的電話呢 當然有很多重要的資訊啊 那我電話裡面呢 那當然有 啊 潘卓雄 和潘小文啊 他兩位的 WhatsApp對話 Capture的那個影片呢 剛巧就在我的電話裡面 那麽巧啊 上次啊 潘凡凡先生呢 就質疑啊 我們那個影片啊 的真偽啊 那就說我們這個WhatsApp的記錄呢 是AI做出來的 哎呀 適逢那麼巧 今天我就跌了這個電話 那然後呢 隔了一會兒 都沒有幾個小時啦 然後在網上呢 就見到有人 上載了這兩個WhatsApp的對話上網啊 那包括了 以往以前他們做工程 是六湖精舍的工程那個工作群組啦 還有 和潘卓雄先生的 和潘小文 他們兩個WhatsApp的對話 也都這樣巧這兩個影片呢 都不小心我跌了然後流出了 你太令我失望了 叫你維持一點點東西 你都維持不好 我真是很對不起大家 在這裏 我鄭仲和潘卓雄先生 和潘小文兩位呢 有一個鄭仲的道歉 對不起 我維持這些資料維持得不好 令到這些資料流出了 這樣 那我現在 把這個 拿到字頂 予以譴責 太過分 你們撿到我的電話 把我的電話裏面的東西 還要放上網 你們這樣做 有沒有搞錯 如果我知道你是誰的話 我一定報警的 我只是想問 道德在哪 公義在哪 連結在哪 連結在字頂 其他事情 我都不會回答大家了 去到今時今日 你道歉 對不起 在這裏 我再一次 鄭重地 向各位 我不見了電話 而牽連到的 各位朋友 說一聲 對不起 是我邵志豐不對 我不應該跌電話 我沒有保管好 但是 這些拿我資料 放上網的朋友 你是不法之徒來的 我們見到你 放這個連結 在這個字頂 其實他用意 大家不要觸錯用神 他是想道歉 他是想譴責 他是想譴責 我譴責 譴責 我寫到很過分 放這條連結的人 上去這裏 實在太過分了 所以 我為了 要譴責 認真譴責他們 我將會在所有 我說過的 潘卓� 和潘小民兩位 的這件事 所有影片的置頂 我都會把這條連結放出來 以警校友 沒錯 不法之徒 以後不要再這樣做了 不法之徒 你這樣做是不對的 我很生氣 OK 如果大家 同樣 跟我一樣 都想譴責這些人 請大家分享這個連結 一起去譴責這些 無恥之徒 將這些無恥之徒的真面目廣傳 沒錯 這些無恥之徒 太過分了 他將我 那個 總 我那個 Capture的影片 那個總 過分到是怎樣 這個WhatsApp的對話紀錄 是清清楚楚 有了個人的電話號碼 這樣不行的 這樣是披露個人私隱 這個行為我是 予以譴責的 但 對不起 我不見到電話 對不起 太不小心了 OK 下次聰明一點 好了 我都見到很多朋友 在留言那裏都罵我的了 沒錯 沒錯 對不起 他知錯的了 他知錯的了 對不起 如果你們真的想大力懲罰我的話 不妨不妨可以試下課金 你一路課金 我一路傷心 你試下 課得越多 我越嚇 我越慘 我越慘越痛 我越慘越痛 不見電話啊大哥 資料流出啊大哥 你們還顧著看 還顧著下災 不是顧著這件事啊 懂得分先後啊 這些事情 是啊 馬丁這些是做大事的人 哎呀很傷心啊 沒有貼我買回電話 多謝馬丁 真的 會反購 後悔 後悔啊 真是 臨老不得細啊 我真是 哎呀 B 我知錯的了 我不會查詞 不會掉電話的了 笑你啊 我也忍不住笑你啊 真的 對不住了 對不起 那 講回我們今天的話題 還沒講完 是嗎 還沒講之前 大家幫忙 就先讚好這個影片 大哥 很長氣 建設性的留言 幫我分享一下我這個影片 去你的社交平台 還有呢 訂閱我 泰國油麻地 還有大佬必 這個頻道 還有今天訂閱我們友台 是嗎 FMTV 焦點FMTV 當然訂閱了這個 翁小姐的危險人物 2.0 是不是 幾個友台 大家都要幫忙 訂閱一下 因為我們是新水新汗 為了展示 來看看 因為我們今早真的行山 什麼 哪裡 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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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自己傷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 是呀 這些東西對我來說 平外相張不到自己 不放在眼內 老佛爺 這些我們放在心裡尊重 我們這些man的 是不是 是呀 就是這樣 是呀 今天是 就是行山 其實是很開心的 說了這麼多天 我們起碼看到 真實環境 又拍給大家看 不是口哄哄大隻 你去下到 用腳走下去 我們就知道 那些人說謊 說得很誇張的 是 真是 你真身下去 走過你就明白了 真是很誇張的 今天沒有再說謊 今天沒有再說謊 住 今天沒有說謊 因為潘凡凡她就說 連續幾天她都不會再做直播 是 那可能 昨天那個禁制令 對她來說 都有些阻嚇作用 會不會 但是不知道那些片下假味 好像很多朋友說 就是有些相關也都沒有 那我估計 我就沒有證實的 各位因為我沒有拿著 潘凡凡那些連結 過往她的紅綠燈那些連結 我就沒有拿著 那我就懷疑 她就是懷疑 懷疑 她可能把那些連結 就變成了做私人影片 好像不行 那樣 如果你過往 你有這條連結的話 你 照結那條連結 你是看到那個影片 是 而如果你沒有這條連結 你就在她的YouTube頻道的版面 你就找不到這個影片 那樣 那應該這個都是潘凡凡的 一個權宜之計 但是 在禁制令來說 明確說了要刪除 是 好 所以 我都不知道你不見幾多東西 我都不懂得說你 是 我就 save好那些東西 一條條片 又save了連結 一條條連結 清清楚楚 我不知道你不見幾多東西 我不知道你那麼多東西 對啊 對 那些backup的節目 都在我手機 我很清楚 傳一條條 你說被人結到怎麼辦 是 糟了 那就是說 哎呀慘了 好毒 哎呀哎呀哎呀 看見你 哎呀哎呀 叫你小心一點 偏偏又不小心 大了 在 Da OK OK 那沒辦法了 那些backup 就是 哎呀 不過幸好我們另外也有back up 多很多人有back up 這些是double back up,triple back up 然後今天一起上山的人好像又有了 希望他們小心點 我不可以容許再多一個錯誤 今天你不跌了 被人看到那些,算了,都沒辦法 鬼叫自己不小心 但是我查了一大堆沙中線的內容 我好像今天都跌了 哎呀,我寫得很用心 一條這樣 中英對照,你又跟我不見了 那些東西人家已經不看了 那沒辦法 那那些資料又變了 會有很多人去撿到我的資料 或者其他youtuber 我寫著獨家講先 那沒得獨家了 可能真的要多些人一起去講這件事 整個channel被你搞砸 對不起,我跌了這些東西,我真的很吵 哎呀,真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 這次真的可以原諒他 原諒我 一次露出空暴 我啊 嘩 好害怕 這些off mic 整字眼 如果這個時候大家不斷課金的話 那我每一次都拉下 哈哈 哈哈哈哈 這些那麼像民人借錢那些片 大哥啊,跌了電話 哎呀,民人借錢那些要寫著 寫著身份證的嘛 對呀,對呀,對呀 有樣又有身份證 有樣又有身份證的嘛 對呀,對呀 對呀,對呀 喂,這樣啊 沙中線有人說有興趣 這麼悶的東西有興趣? 我整理好了,我自己都覺得 真是悶的 多東西的 對呀,沒錯 好似條條都見到那麼多範博位 我還無聊打算弄出來 誰知道你們說有興趣嗎? 哎,很有趣的喔 有時候那些東西呢 哎呀,真的 大家讀書都有發誓發生過的嘛 嗯 即是那些呢 噢,你衰啦 噢,通常呢 很多時候指人那個呢 四隻手指指著自己 對呀,指人那個呢 通常是指人那個自己衰的 有時候那些叫做什麼 什麼姐那些叫做 什麼姐呀 吹什麼姐 吹,不是吹蕭姐 你不要亂說 吹蕭平 不是吹蕭平 你問阿平 阿平而已 不是吹哨者 噢,那些就是吹哨者 噢,你衰了那些 很多時候原來指人衰的那個呢 是自己衰的 是因為呢 你知不知道呢 如果去報警的話呢 通常報警那個呢 第一個被人查先的 但是不知為什麼 是 就不知為什麼 香港那陣子 前那陣子 又有人走去就 督灰 怎知道就不多人查他 啊 怎知道 去到後來 啊 這樣就 最後一件事 就等到我們回來出來做YouTuber 哎呀 都是search的 經常search的名字 又彈出來 是啦 不斷找東西 不斷找東西 又找回沙中線的那些東西 是 找一下 找一下 哎呀幾個人啊 那看一下 一個人一投入下去呢 不能自拔 不能自拔 就好像潘先生拍YouTube 拍直播那樣 又是不能自拔 不斷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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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哥潘泯泯 那個YouTube幾乎是他唯一的收入來的嘛 哪個還夠膽去找他做工程啊 是不是啊 哪個找他做工程 他就 站起來就篤誰 是不是啊 然後那些工人 有沒有糧出呢 我都不知道了 哎 我在網上看到很多投訴 不過我又不知道真還是假的 這樣 是不是啊 但是喂 當我們去查一下查一下那單案 查一下 我就是呢 我的坦素低啊 不知道真還是假 唯有整合出來 讓大家一起看一下 都是的 看看一下 就覺得有點古怪 好像找到些東西 那下次不妨又跟大家講一下 就不是今天講的啦 雖然不見了我的東西 搞到我又要整個了 是啊 那不是的 我們自己都有copy 留下一份 很多back啊 不過這樣就會令到其他的YouTuber 都會拿著我們啊 那些獨家的料啊 就家家都會一起講啊 是啊 不能做獨家了 人人之曬 分薄了那些流量啊 他們很多subscribers啊 是啊 人家那些家家都多過我們的subscribers 但是不要緊了 我毫給你們啊 無所謂 既然都掉了 我就派了給那麼多家 大家家家一起講 我掉了 反正是不是 鬼叫自己不小心嗎 就是啦 喂 這樣可能 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就應該有些東西看下了 看下 是啦 喂 大家幫忙看一下潘兵兵那裡 如果本身你是她粉絲啊 或者你有看開她的節目 有些連結 或者有share給朋友的嘛 你就keep了那個連結了 是不是 那你那個連結 你試一下按進去 其實她的片子還在嗎 那麻煩大家可以幫忙報料 Whatsapp91788969 隨時報料給我 昨天我們的節目 我公開呼籲大家報料 麻煩各位 收到很多人的Whatsapp過來 有很多東西都很值得參考 很有用 雖然有部分一兩個都是叫我起床 拖夜尿 但是不要緊要 一個人起床拖夜尿 可能都健康一些 嗯 是不是 排出身體多餘的水分 沒錯 排清毒素 身體好 家庭必備 當是補 沒錯 哈哈 還可以接得住 咦 咦 咦 喂 我們每次都試讀上次是這樣 不是 上次是這樣 你試一下先 啊 啊 防焰花 啊 GVB大結局 這樣就行了 這樣說了 今天又很長戲講了一個多鐘 我們下一集再見 沙中線那個我要點時間的 因為呢 即不只一兩個point 哎呀 真的好多 好多 所以射春任牆報告二百多頁 下星期啦 給多個星期來啦 給我整整先 下星期我們慢慢講 中間看看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整件事都已經很特別的了 太特別 太特別了 那個人又特別的 那件事又特別 特別什麼 特別骯髒啊 特別骯髒啊 特別陰濕啊 特別安裝啊 我們現在就 去準備了 是 好嗎 就這樣啦 就這樣啦 下集再見 拜拜